男人刚中了一千万的彩票大奖 结果下一秒就被兄弟推了下去 可就在兄弟拿到彩票时 没死透的小黑竟拿起小刀 直接给他来了一刀 阿强见状 立马抄起铁棍将小黑的脑袋砸成肉泥 确认小黑死后 聪明的阿强并没有选择抛尸 而是将尸体藏进了路边的货车 趁没人注意 阿强先是撬开车厢的门锁 接着再把小黑的尸体扔了进去 担心小黑还没死透 于是临走时又给小黑来了一棍 处理完一切后阿强又回到了楼顶 他用望远镜观察卡车的情况 可没想到 刚才关箱门的时候惊动了卡车司机 司机发现箱门有被撬过的痕迹 于是便打开查看 很快司机发现了小黑的尸体 可奇怪的是 司机不仅没有报警 反而开着货车逃跑了 就在阿强以为自己喜清嫌疑时 司机的操作彻底将他吓傻 没想到 司机竟然直接把车开到了他所在的修车场 阿强见状立马吓出一身冷汗 难道自己暴露了 心虚的他立马躲进了房间 可结果 司机却只是把尸体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看到这一幕 阿强立马想到了一个绝佳计划 他主动拨打报警电话 然后说自己亲眼看到有人杀人了 就这样 卡车司机被抓了起来 于是第二天 阿强就拿着彩票去兑换奖金 他先是随便买了一张彩票 然后趁店员不注意 将中奖的彩票拿了出来 接着再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一千万奖金成功到手 阿强本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所有人 可此时一个名叫阿真的女人盯上了他 原来他是卡车司机的朋友 得知朋友杀人被抓 阿强打死都不相信 于是他决定亲自查出真相 还司机一个清白 紧接着他就来到案发时的修理厂查看监控 他发现案发当天的监控 只拍到了司机抛尸的画面 并没有拍到司机行凶的过程 这让阿强感到有些蹊跷 要是能找到案发时其他角度的监控 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然而在修车厂侧面 阿强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监控 于是他又去查看了当晚的监控 可诡异的是 案发当晚的监控竟然少了一小时 而且通过对比后 摄像头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可老板解释说这种事常常发生 应该是风干扰了回路信号 所以才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但阿珍觉得此事并没那么简单 随后他就爬上楼顶检查 果然不出所料 摄像头周围真的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阿珍来到楼顶 他发现地上全是啤酒瓶盖 这就说明每天都会有人来这喝酒 说不定喝酒的人会知道些什么 可好巧不巧 此时阿强也来到了楼顶 他表示自己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喝酒 可当阿珍问他认不认识小黑时 阿强却变得紧张起来 说自己虽然认识小黑 但两人其实并不熟 只是普通的邻居而已 然而阿强紧张的情绪早已被阿珍所察觉 他敢肯定 阿强一定在隐瞒着什么 见阿强不肯说出实情 阿珍只好转身离开 随后他遇到一位女孩 而女孩正在看着小黑的视频暗自伤心 原来女孩是小黑的女友小美 而她也是彩票店的店员 经过交流得知 从不买彩票的阿强 竟然在小黑死后买了一张彩票 结果还意外中了个大奖 而小黑买了一辈子彩票一次都没中过 阿珍听后立马意识到 真正的杀人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阿强 然而他那张中奖的彩票就是小黑的 为了找出证据 阿珍买了四张彩票 果然他在彩票上发现了线索 于是他立马找到阿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每张彩票上都有一个序列号 阿强中奖的彩票是350号 可今天卖出的彩票是由450号开始 由此可推断出 阿强中奖的是450之后的号码 而不是350号 350号应该属于每天买彩票的小黑 件事情败露 阿强终于承认小黑是他杀的 不过他并不怕阿珍报警抓他 因为他早就调查了阿珍的底细 原来阿珍是一名通缉犯 这要是报警两人都会被抓 阿珍不敢再追究下去 只好开车离开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停在路边的卡车 而卡车正对着阿强所在的修理场 不出意外的话 卡车内的行车记录仪 应该拍下了阿强作案的全部过程 于是阿珍向司机索要了录像 然后匿名交给了警方 而另一边阿强还不知道 自己很快就会迎来正义的审判